本地首个付费自动化脚踏车停放系统 自今年初推出以来 光顾的人熙熙落落 那么受访学者认为 要鼓励更多脚踏车骑士 使用这个系统 最直截了当的方法 就是大幅度降低收费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是在海军部村庄的 这个自动化脚踏车停放系统 耗资470万元打造 目前收费每月48元 或每小时四毛五分 尽管设施附近 有告示显示 禁止脚踏车为例停放 但不少公众还是选择 把脚踏车停放在路边 原因除了方便 收费也嫌太贵 我看最主要还是价钱的问题 因为要提供它经常有付利 你这个花一个月十多块的话 一年下来也是 可以买一辆脚车了 有可能是需要还钱 每个就是说外面有的放就放 不可能放下去的嘛 会比较不方便 其实对系统性质缺缺 学者认为当局可考虑 大幅度降低收费 让停车服务更物有所值 不过 陆路交通管理局 回答本台询问时表示 暂时不考虑降低收费 目前新系统注册用户约400人